一份北韓淹水土石流 釀成千人死亡 上萬人流離失所 领导人金正恩 还亲自搭上橡皮艇勘灾 如今灾民还没重建家园 金正恩先下令斩立绝 那海媒体掌握消息 金正恩在八月底 向失职的地方官员就责 总计有20到30人被处理死刑 事上近期叛逃的 前北韓驻古巴外交官就曾透露 金正恩做事非常即兴 让官员常担忧 自己不知何时会人头落地 如今一次处决 二三十人看得出十分震怒 北韓过不好 也不想让邻居好过 十个二十五天 北韓再度首养 也是今年第十二次空飘会晤 气球 还有部分垃圾掉落在 南韩国会附近 恰好纽西兰总理 时隔九年再度造访南韩 谴责北韩发展核武 又和俄罗斯军事合作 两国也将升级伙伴关系 而紧接着六号 日本首相也将会见以席月 南北韩用各自的手法互相牵制 三连新闻 双不倒